各位同学 大家好 这里是冬奥跨越代线 我是小蕾荣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第四节存货 我们前面提到过存货的内容比较多 总计是十个考点 所以说我先帮大家整理一下这十个考点之间存在着一个怎样的逻辑关系呢 也就是我们学习第四节的出发点 好 我们来看 虽然说是十个考点 但是我说我想从三个方面来给大家解读 你比如说我们不管学习和认识任何一个新的事物 它都有共性的东西 也有个性的东西 对吧 所以我想先说共性的东西就是通用的方法 就比如说我们要想认识这个存货 那么它通用的方法概述总归是一样的吧 另外存货怎么来的 比如说它当进来的时候 我们如何去确认计量它呢 所以就是初始计量 再者存货如果发出去的时候 如果领用的时候 那么它的成本是多少 就是出去的时候它的计价方法 那么这些它都是共性的东西 也叫做通用的方法 这是我们考点的一二三 好 接下来共性的东西我们说完了 接下来我们就想个性的东西有什么呢 就是存货的具体体现 我曾经说过存货就像一个大礼包 这个大礼包里边琳琅满目什么都有 那么在初级当中我们要介绍这几类 比如说在这个大礼包当中 它就有原材料 它也有周转材料 也有委托加工物资 库存商品 消耗性生物资产 所以说在这个大礼包里边 我会端出这几盘来 每一盘我们分别来认识 这就是个性的东西 具体的表现 对吗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 存货它毕竟也是一个资产 那么是资产我们就本着谨慎性的原则 我们就想夯实这个资产 所以说到最后我们还要对它进行清查也好 简直也好 所以这是最后两个考点 就是第九和第十 我说完了吧 好 所以综上所述 同学们来看一下 我说共性的东西 通用的方法 我要讲三个考点 前面的三个 那么具体的表现 个性的东西 我们要端出五盘东西来 分别来认识 好 最后两个考点呢 就是我们要夯实这个资产 就要进行清查 如果有简直 我们还要处理简直的问题 这就是三 五 二 十个考点 我说清楚了 好 那么我们本着这个逻辑 本着这个线索来捋 那这一节的全部内容 所以说可能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那接下来呢 就一个一个来说 先说第一个考点 存货概述 什么叫存货呀 他说存货就是企业在日常活动当中持有的 第一 已被出售的产品或者是商品 或者是说在我们生产过程当中的再产品 又或者是说在生产过程当中 或提供老物过程当中我们储备的这些材料 或者是物料等等 这三类我们都管它叫做存货 那具体包括各类材料啊 再产品 半成品 产成品 商品 以及周转材料 委托代销商品等等 那么这一大段话 其实我想汇总成一句话 就说是什么呢 存货就是我们持有它 将来呢 我们主要是把它出售掉的 对不对 那么你看不管是现在已经已被出售的 还是在产品将来完工之后 我们不也要把它出售掉吗 以及生产过程当中储备的这些 将来它也可能会转换成我们的商品赛部的买掉 所以说这是存货的一个基本概述 概念一般了解 不做考试的重点要求 好 那么我们具体还有一段话 他说存货是流动资产当中 流动性比较慢的一个重要资产 那么因为它的品种呢 比较多 而且呢 品质各异 所以说存放的方式也好 地点也好 都比较多样 那么它的时效性强 占用资金高 管理难度大 这些都是它的特点 所以我们存货如何去确认呢 哎 这不是确认资产的一个问题吗 对不对 存货要想确认 当然要符合它的定义咯 符合定义的前提之下 我再给你加两条 第一条 大概率事件 我们才可以确认 对吧 大概率事件就是经济利益 很可能会流入企业 第二 你要想确认 我们得给后边也得铺好路 后边就是计量 你还记得吗 确认计量记录报告 所以说我们还要能够可靠的计量 好 满足这两个条件之后 我们才可以进行确认 是不是又回顾了一下前面我们在讲资产的问题 是不是 是一样的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就来了一个判断题来看 他说存货是流动资产当中 流动性较强的一个重要资产 对吗 不是 存货是比较慢的 流动性比较慢 所以这就错了 好 接下来就是考点二 存货的初始计量 那么从这开始我们所设计的知识点就比较重要了 所以说我先对考点二给大家解读一下 它存在的一个角度是什么 你比如说我们企业大部分都有仓库 那么仓库当中存放的一般我们认为那就是存货了 而这个存货它有两个方向 哪两个方向呢 比如说这个存货刚进来的时候 刚入库的时候 我们把它称为进来时 那么它值多少钱呀 我总得要计量一下吧 这就叫初始计量 就是入库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它多少钱 叫初始计量 好 那么存货一般不可能永远在仓库当中待着 那么有一天它可能会被领用 比如领用到生产车间 领用到生产线上去加工生产 那么这个方向我们说就叫做发出 也就是出去时 那么出去时发出去的这批存货 它值多少钱呢 我们也得要计量一下 是个道理吧 所以你看它这两个方向 就在核算着整个存货的过程 所以你看我们考点二所解决的问题 就是第一个方向 当刚进来的时候 它值多少钱呢 叫初始计量 而考点三我们即将要说到的 就是存货在发出去的时候 它值多少钱呢 它的成本是多少呢 在考点三我们要着重的将近 所以你看我提前就把考点二和考点三 它俩的角度给大家先提前收到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说考点二 存货的初始计量 也就是刚入库的时候 它值多少钱呢 那么接下来呢 我还要铺垫一个背景 就是说啊我们这个企业呢 一般有这么两种 一种呢叫做工业制造企业 还有一种叫商品流通企业 而工业制造企业呢 一般它就是买来原材料 加工生产 生产完产品之后再卖出去 而对于商品流通企业呢 它就是进成品买 进成品卖 哎这叫做商品流通 所以我们先说第一大类吧 就是以工业制造企业为例啊 我们来看存货它的初始计量 首先它说到存货呢 是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而这个成本包括四块 第一块叫采购成本 第二块叫加工成本 第三块其他成本 第四块自制存货成本 好什么意思呢 咱们分别来说啊 先说第一个存货的采购成本 其实在这儿给了这一段文字 我也不想给你先读了 我通过一个分路来展示一下 我认为会更直观 你比如说这个分路 这不就是典型的购买义务吧 咱们前面也强调过 大家不陌生 比如说我要买来一批原材料 那么我当然要支付一点钱 那就是银行存款减少了 那么我支付这些钱都有什么呢 比如说我当然要支付一个材料的价款 对不对 我就要系在原材料身上去 但是我就想知道 系在原材料身上的这个数 到底是多少 那么这个数有谁呢 怎么构成的呢 我们要看一看 好 接下来 我不仅要支付一个材料的价款 我还要支付什么 比如替国家要支付一个增值税的 进项税额 对吧 所以我放在了借方 就是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可好进项税额 那么这是在彰显我的权利的 在说明我负债减少的 我告诉税务局 说将来让我少交点税 我曾经替你垫付过 这道理吧 你得让我抵扣 你得认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增值税的 进项税额放在借方 但是这些的前提 我们都默认为 咱们是一般纳市人 取得了增值税专用法票 是不是 好 那么我说完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按照这个分路来捋一捋 那么我们支付的这些钱当中 到底有多少数 是寄到原材料身上去了呢 你比如说 他说企业外购存货 主要包括原材料和商品 那么他的采购成本 包括第一支付的价款 那当然了 你寄到原材料身上去 你就专门买的他 你当然要寄到他的身上 就是价款 好 那么我稍微写一下吧 第二块是什么 相关税费 什么叫相关税费呢 我们所提到的是 比如关税 比如消费税 比如资源税 这叫做相关税费 那么相关税费一定不包括什么 不包括可以抵扣的增值税 净项税额 当然了 我们可以抵扣的话 我是单独拎出来 寄在一个科目当中 叫应交税费横杆什么什么 对不对 所以说 他当然不能够寄到原材料身上去了 所以说 相关税费当中 肯定是不包括可以抵扣的增值税的净项税额 那么这我就简写一个吧 就是相关税费的税都有谁 好 那么还有呢 比如第三块 运费 装卸费 保险费 那当然了 我为买材料而发生的这运收费 装卸费 保险费 我当然寄在材料身上去啊 对不对 所以我这就简单写一个费吧 以及其他兜底的了 他说 其他可归属于存货采购成本的费用 对吧 所以到此为止 那这我就解读完了 我说寄到原材料身上去的都有谁呢 那个数到底是多少呢 就是他本身的价款 加上相关的税费 这个相关税费一定不包括什么 不包括这个吧 可以抵扣的增值税 减项税额 还有什么呢 相关的费呀 比如运输费 装卸费 保险费和其他 我说清楚了吧 好 你通过这个分路理解到位了 我其实是在强调了一下这儿 我们再看轻易的文字就好说了 比如 构成采购成本的第一个当然是价款了 对吧 我就买材料 你本身值多少钱 购入材料或商品 发票账单上列明的价款 当然寄到材料身上去 但是不包括什么 可以抵扣的增值税 净项税额 没问题吧 因为可以抵扣的 我们是单独拎出来的 人家是单独有特别的账户 叫应交税费 横杆 应交增值税 课号 净项税额 好 第二块 相关税费 相关税费 什么是相关 比如 关税 比如 消费税 比如 资源税 和 后面 这个我要强调 和什么呢 不能抵扣的增值税 净项税额 以及相应的 这个教育费附加 什么又叫不能抵扣的增值税的净项税额呢 在这我想跟你区分一下 其实我们企业大致的有两类 一类呢 管它叫一般纳税人 还有一种呢 叫小规模纳税人 而一般纳税人 在买东西的过程当中啊 他可能会取得两种增值税票 一种呢 叫增值税 专用发票 还有一种呢 叫增值税 普通发票 那么 只有我们取得的是 增值税 专用发票上 上面寄的那税额 我们才可以进入 应交税费 横盖 应交增值税 可好 净项税额 也就是才可以抵扣 那么可以抵扣 我们当然就单独拎出来 寄到这个账户里面去 假如我们不可以抵扣 或者是说 我们取得的是 普通发票 不可以抵扣 怎么办呢 你当然就不可以 寄到这个账户里面去 就只能寄到成本里面去了 能理解 所以说 一般纳税人 如果是普通发票的话 又或者小规模大使人 不管取得什么样的发票 他们都是不能抵扣的 那么 不可抵扣的话 那怎么办 你当然不能寄到 我特殊的 应交税费账户里面去 就只能走成本了呗 所以你看 他就说 不能抵扣的 就寄到成本里面去了 是不是 那相关税费 不也是寄到成本里面去了吗 我这么讲 能理解 第三步 就是运费 装卸费 保险费 这当然 理所当然的 我们因为买它 所发生的 你要寄入到 相应的存活成本 没问题吧 好 那么接下来就是 第四个兜底条款了 其他 其他可归属于 存货的采购成本 那么什么叫做 其他可归属于 存货采购成本呢 他给我们列了 这么几种特殊情况 比如 在存货采购过程当中 发生的仓储费 包装费 运输途中的合理损耗 这个我要特殊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合理损耗 为什么合理损耗 也要给我寄到 采购成本当中去呢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看 我们说损耗 它是有两种 有的叫合理的 有的叫不合理 你比如说 我买一筐鸡蛋 总共是100个 一个一块钱 我花了100块钱 这个没问题 对吧 那你说我鸡蛋运过来的过程当中 它本身就是一碎片 那么运到家一看 哎呀 到仓库了 碎了一个 还剩99个 我觉得这情有可原吧 也理所当然 我们可以理解 这就叫做合理损耗 能理解了吧 那至于不合理的 我们后边才说呢 在这儿先不做 过多的强调 所以我就说 100个鸡蛋 我买回来 碎了一个 还剩99个 那么你说 我怎么去入账 那么我要入账成本 我的入账成本 我就还认为 我花了100块钱 但是有多少个鸡蛋呢 我有99个来入账了 所以我这一笔 大概等于1.01 那么同学们来看一下 在我的入账成本当中 我是不是仍然 还是按照100来算的 那么换句话说 我没有减去 那碎了的 那个鸡蛋 没有减去 那个损耗掉的鸡蛋 我认为 那个合理的损耗 就加到 我的成本当中去了 能理解 所以说 我没有做那个动作 我没有 剔除的 这个动作 那就认为 合理的损耗 就加到成本当中去了 所以 我的入账成本 是100块钱 而数量呢 是多少数量 我就入到数量呀 99个呀 所以这一笔 那么每个鸡蛋 合1.01元 是不是 无形当中 就提高了 每个鸡蛋的单价呀 本来是1块钱一个 结果我现在一算 1.01了 1.01元了 是不是 所以 这是合理损耗 那么合理损耗呢 他说是寄到 总成本当中去的 能理解了吧 那么有的同学 总纠结 怎么就寄入到 总成本了呀 我说 我不刨处你 那么就算寄入了 是不是 所以他会提高 单位成本 来问题吧 那么是不是变成 1.01了 而非合理的损耗呢 我们要扣掉的 我们要减少总成本 它是不影响 单位成本 一会儿这个 我们通过一个题 来体会一下 好 对于合理损耗 我就解释到这儿 什么叫合理损耗 为什么 合理损耗 要寄到成本当中去 我说 没有 剔除的那个动作 就算是寄入了 那么于是我翻过来 你看 合理损耗 要寄入到成本当中 是不是 你别捡 你没有捡的动作 就算寄入了 好 整理费用 当然也是在 入仓库之前 我们都要加到 你存货的身上去 但是如果是说 入库之后的呢 入库之后的 你就不可以 再寄到 采购成本里边去了 我们将来 是要寄入 期间费用 好吧 入库前的 挑选整理费 当然 课号里边 还给我们列了一些 包括 挑选整理过程当中 发生的 公费支出 和挑选整理过程当中 发生的 数料损耗 并扣除 回收的 下缴料等等 所以这个 一般了解 但是 我强调的 这个 什么是合理损耗 合理损耗 要寄入到成本当中 第二个 入库前的 挑选整理费 要寄入到 采购成本当中 入库之后的 就不行了 只计 期间费用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 刚才我讲到的 是不是都是以 工业制造企业 为例 讲的 对不对 我说 还有一例呢 比如 如果咱们是 商品流通企业 怎么办呢 好 这一段文字 就在说 商品流通企业 在采购过程当中 采购商品过程当中 它发生的 如何进入到 采购成本 这一段文字 我也先不读呢 我给你分分类 归纳一下 它的逻辑 是这样的 他就说 如果我们是 商品流通企业 那么在 进货过程当中 发生了费用了 怎么办呢 有三种处理办法 这三种处理办法 第一种 我们就直接 寄入到 采购成本当中 如果说 你不直接寄 我想 我可以先 归集一下 第二种方法 先归集 那么 期末 根据 所购商品的 存销情况 再进行分摊 这是在说什么呢 好 第二条 我通过这 给你举例 比如 我们在 进货过程当中 总共花了 五万块钱的费用 这五万块钱的费用 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 归集起来 那就是五万 这就是归集 归集完之后 期末 我们还要进行分摊 怎么分摊呢 根据 销 存 情况 销 就是卖出去的 存 就是剩下的 比如说我们卖出去了 百分之八十 当然还就剩下 百分之二十了 这不就是销吗 这不就是存吗 对吧 根据这个比例来分 那么你想 这五万块钱 百分之八十 就相当于 售出去了 售出去了的 你看我曾经收到货 在仓库当中 待着的叫库存商品 卖出去了 就叫做主营业务成本 那么同理 你这个费用 我们也要寄到 主营业务成本里面去 能理解 好 那么接下来 剩余的呢 剩余的就还在仓库当中 待着呗 所以说这五万 那乘以百分之二十 那就是一万块钱 我们就寄到 剩余在仓库里面的 那就叫做 库存商品呗 所以其实 费用跟着实物走 对吧 费用跟着实体走 你这实体都卖出去了 你的实体都变成 主营业务成本了 当然费用也就寄到 主营业务成本当中去 按多少呢 五万的百分之八十 四万 寄主营业务成本 是不是 那剩余的那些 那么当然也得跟着什么 实体走 那么你的实体 就是在仓库当中的 就叫库存商品 所以说你这一万 就寄库存商品 我这么说 能理解 所以这叫做 先规及 总共五万 再分摊 怎么分摊 按照存销的比例来分摊 是不是 好 还有第三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 他说如果金额比较少 比较小 怎么办 那发生的时候 直接就进入到了 销售费用 所以第三个呢 我是通过这个 来给大家解读的 对吧 比如就发生了五百 我们还用那么费劲吗 不用了 直接就寄销售费用了 对吧 销售费用不是当期损益当中的吗 其实就算是进入到当期了 对不对 好 你看我把这个 进货费用的三种处理方式 给你说完了 那么你本着这个思路 我们再来看这一段文字 就简单很多 我还特意把这个图 给你解下来了 来看 商品流通企业 在采购商品过程当中 发生的运输费 装卸费 保险费 以及其他可归属于 存货采购成本的费用等 进货费用 这不是一大段 就是关于进货费用 应当怎么办 应进入锁购商品成本 那么应进入锁购商品成本 不就说第一个吗 你就直接记就行了呗 对不对 他说第二个 也可以把这部分成本 先归及期末 再根据所购成本的存销情况 进行分摊 是不是第二种情况呀 对不对 你这五万块钱 按80%和20% 给我进行分摊 是不是 好 接下来 如果是说 对于已售商品的进货费用 已售是什么 就是销出去的嘛 比如咱们已经销出去了80% 那么他就进入主营业务成本 为什么进入主营业务成本 我解释了 对吧 就是你的费用呢 也得跟着这产商品的实体走 商品原来有库存商品 卖出去都已经叫做主营业务成本了 那么你当然得跟着它走吧 所以寄到主营业务成本里面去 明白了吧 不要死结硬背啊 要理解为什么就寄到它身上了呢 因为它跟着商品走了 商品都已经改名了 变成主营业务成本了 那当然对于没有售出的不就是存吗 没有售出的它就存在仓库里边了 它此时还叫做库存商品呢 那好 我就仍然把它寄入库存商品里边去呗 是不是 是不是寄入了存货的期末存货成本 好 这我就说完了 那第三种情况呢 如果说采购商品 它的进货费用金额比较小 好 我们就直接寄入当期了 就是销售费用 是不是这个问题 那500块钱直接寄当期得了 对吧 这一段啊 我就说完了 我觉得通过这个图的归纳 会更直接一些 好不好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 对于小企业会计准则 它的规定 它说 比如小企业 像批发业压 零售业压 在购买商品过程当中 所发生的费用 包括运输费 装卸费 包装费 保险费 以及运输途中的合理损耗 入户前的挑选整理费 它要寄入销售费用科目 所以这个呢 同学们要特别关注 因为是今年新价的 其实啊 这个事儿 我稍微给你点一下 小企业会计则呢 它是把这些费用 都寄到了销售费用里面去 而对于我们企业会计则 我们 你看看 这些东西咱们不都是要寄成本的吗 对不对 但是小企业 它不寄成本 它是寄了销售费用 好吧 好 那么对于这个考点呢 我们历年来如何去考核 有三个考试角度 第一个呢 它往往会问我们 财购成本都包括哪些内容呢 那第二个呢 它有时候会让我们区分 一般纳使人和小规模纳使人 他们在购入存货时 初始入账价值如何去确认 其实这个初始入账价值 如何去确认 最关键的在于那个增值税进向税额能不能抵扣 一般纳使人如果是取得专票的话 可以抵扣 当然是不计成本 而小规模纳使人 他取得的那个票 不管是什么票 都不可以抵扣 当然他就要寄入成本 哎 一般是考核这儿啊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考核 就是合理损耗 那合理损耗 我们说 它是寄入到成本当中去的 它影响的是单位成本 它无形当中会提高单位成本的担价 是不是 好具体来看怎么做题 47题 他说 某企业是增值税 小规模那是人 哎 这儿就点题了啊 需要关注 购入原材料一批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著名的价款是多少 40万 增值税额呢 是5万2 发生入库前挑选整理费500元 材料以验收入库 问这批材料的入账价值是多少 我就问你 这个题最关键的是什么 是小规模那是人 小规模那是人一定明确 他取得的不管是什么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也好 普通发票也好 它上面的税额是不可以抵扣的 是要计入成本的 对不对 好 所以做这样的题 我们只需要分析这个事 不需要编分录的啊 首先我们要计入成本的 40万当然是要计入的 对不对 这是40万 还有呢 我们说增值税的这个税额 计吗 当然计 它不可以抵扣啊 你不能抵扣 就不能计入到应交税费横盖 应交赠税可好进行税额 你不计这 你总得找个地儿啊 你就得来到成本这 对不对 所以还有一个5万2 对吧 另外还有呢 再加上500块钱的 挑选整理费 因为是入库前的 这个道理吧 所以同学们来看一下 那综上所述 这几个数一加倍 再加上一个500啊 十万 再加上一个500 那最后合计一下 你算算是多少就行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应该是多少 452500 应该是A选项 是不是 所以这个考试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应该把它把握一下 分录不一定要写出来 但是理人你要给我分析出来 是不是 好 48题 单选 他说企业市增值税 一般那是人 本期购入一批商品 100千克 进货价格100万元 增值税额是13万 锁购商品到达后验收 发现商品短缺了25% 其中这25%有合理的损失是15 另外10%的短缺是无法查明原因的 哦那我们就明白了你损耗了或是短缺了25 这25%当中15%是合理的 那剩余的10%就不合理呗 且你还没有查出原因了 是个道理吧 那么他问这批商品的单位成本是多少 那么这个题它重点考核什么 就是考核哪些能计入到我们的成本 哪些是不能计入到我们成本当中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其实我们说入库的数量是一定的 那你想你总归缺了25% 那么你的数量是100千克 你缺了25% 那就还剩75% 所以说数量是75千克 这一定是落定的 没问题 数量是75千克 现在我们找到了 我最关键的要确定这个成本 这个成本怎么确定呢 那关键的核心就是 谁可以计入到成本 谁不可以计入 我们总共的成本 就是进货的那价格是多少 是100万 这100万当中 那么你看一看 他说少的25% 其中合理的15% 当然我是不能够剔除掉 我不剔除就认为我计入的 而10%呢 那不合理 我当然要把它减掉 是不是 所以说 我们的成本本来是100万 100万我要减掉10% 就减掉10万 那么剩下多少 剩下的是90 所以你看 我有没有减那个15% 没有呀 因为那15% 我要计入到成本 因为它是合理损耗 我再强调一句 我不减它 我就是认为 我已经加到成本里面去了 是不是 所以你看成本 我做了多少 是90 而数量呢 那就是75千克呀 对不对 75千克 那么我们成本 一比数量 不就是单价吗 单价那就是单位成本 是道理吧 所以90比75 我们算一下就行了 应该是1.2 选C选项 能理解了吧 好 好 来看49题 单选题 他说某企业是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 2021年9月 购入一批原材料 增值税专用发表上 著名价款50万元 增值税税额6.5万元 款项已经支付 另一银行存款支付 装卸费0.3万元 不考虑增值税 入库前发生挑选整理费 0.2万元 运输途中发生合理损耗 0.1万元 不考虑其他因素 问这批原材料的入账成本是多少 那么同学们来想 对于这样的入账成本 我们必须要明确这么几点 首先他是一般纳税人 既然是一般纳税人 那么他取得增值税专用发表上的 那个增值税税额 可以抵扣吗 当然可以抵扣 既然可以抵扣 人家就单独拎出来 叫应交税费 横盖 应交增值税 刻号尽项税额 放在借房 对不对 所以他当然是不计入成本了 所以一看到他 把6.5要划掉 是不是 所以我们计入到成本的 一个是50万要吗 当然要 这个要 6.5不要 另外 以银行损款支付的装卸费 0.3万要吗 要 0.3万 还有入库前发生的挑选整理费 0.2要吗 也要 对不对 好 这个要 这个要 另外 这个运输途中合理损耗 0.1要吗 我是要考虑 那么我如何考虑呢 就是 如果是合理损耗 我不减除它 没有这个减的动作 我认为就计入了成本了 且合理损耗就应该计入成本 对不对 所以说这0.1你是加减 我什么都不做 我不减 那么就认为我寄到成本里边去了 所以在这千万不要掉坑里边 好 那么最后我们总结 应该是50.5 所以它的入涨成本就应该是50.5选低 对吧 所以你不要一看到 哎呦 0.1我立马加上 你不是说要寄入成本吗 不 我只要不减它 没有把它剔除掉 那就说明寄入到成本了 能理解了吧 好所以这个应该是D选项 50.5 好那么这个题目当中的解析后边 我还特意给大家进行了一个点题分析 在这儿呢 我就不再重读了 你把问一个事 就是合理损耗 是要寄入到成本当中去的 怎么去寄入呢 我不减 那么就算寄入了 你千万不要多次一举 你非得过家 不可以啊 另外我们在购买货物的时候 入库前的挑选整理费 是进入到存货成本 而入库后的呢 我们是进入到管理费用 后面还会提示 好 到此为止呢 我们把第一块收完了 就是采购成本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第二块 就是加工取得存货的成本 其实我们企业会通过进一步加工 取得存货 主要包括产成品 再产品 半成品 委托加工物资等等 那么他们的成本呢 当然包括由采购成本 就是刚买来 然后对他再进行深加工 那就是加工成本了 对不对 好 这个加工成本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就是我们追加的那费用 你看 我们把它买来 会有一个采购成本 那么在他身上 我继续投入人力 继续投入一些其他的间接费用 这不就是加工成本吗 所以存货的加工成本 其实就是发生的追加的费用 主要包括 比如直接人工 就是给工人发的工资啊 比如什么制造费用 所以实质上 就是在加工过程当中的追加费用 对吧 好 他分别又给我们解释了 那么直接人工是什么呢 他说 企业在生产产品过程当中 发生的 直接从事产品生产的人员的职工薪酬 换句话说 就是一线工人的那些工资 我们是要进入到成本里面去的 对吧 这个我们在前面也讲过 好 接下来呢 就是制造费用 制造费用呢 也是为了生产产品而发生的间接费用 就叫做制造费用 这个科目我前面也介绍到过 在这儿不再重复啊 好 接下来就是第三块 存货的其他成本 那这个其他成本 他说是指除了采购成本 除了加工成本以外的 是存货达到目前场所和状态 所发生的其他支出 那么他特意指出了一个设计费 这个设计费呢 他又分了两种类型 那一种类型呢 就是为特定客户设计产品 而发生的可直接认定的产品设计费 那换句话说 就是高级定制 就是定制的 那么比如我为这个产品定制 所发生的费用 我当然寄到这个产品身上去 对不对 所以说就要寄入到它的成本里面 能理解 好 那么如果说 我们是一般的设计费呢 就是为很多个产品 发生的一些设计费 好 我们汇集的比较面广 那么我们就寄入当期损益 那么当期损益 哪个科目呢 我们是寄到管理费用里面去 所以说对于其他成本账 你单独提一个设计费 设计费有两个 如果是定制的 那么我们就寄入到 谁定制的寄到谁身上 就寄到它的成本身上去了 那如果是一般的设计费 好 就寄入当期损益了 即管理费用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第四个 就是自制存货的成本 如果是企业自制的存货 那主要包括自制原材料 自制包装物 自制低质药品 自制半成品 及库子商品 那么它的成本包括什么呢 前面咱们说到了 成本的几个项目 第一 当然要耗费材料 直接材料 第二 要耗费人工 还有耗费间接费用 就是制造费用 对吧 所以说材料 人工制造费用 各项实际支出 就构成了自制存货的成本 能理解 好 那么前面呢 我们就说到了 四个啊 存货的成本 有采购成本 有加工成本 还有包括我们说的 其他成本 以及如果自制的话 自制存货的成本 所以以上 课号一 课号二 课号三 课号四 我们都是从取得的角度来说 哪些是要寄入到成本当中去呢 好 接下来第五个课号 第五个小问题 我要从哪些不能够寄入到成本当中去呢 从这个角度我来解读第五个问题 好吧